头十温了 数百米的地下深渊 发现神秘字符和白骨 这里是荒郊野岭的一处碉楼 墙角竟然有暗道连通山体内部 动道复杂多变 机关重重 60米深的陷阱旁 还发现没有燃尽的火把 我们携带了专业装备 准备探入这个神秘的地底空间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碉堡的下方 可以看到这巨大的石头有上千斤 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给它 装上去的 它是兼顾了这个强度与美观 在这边长了一棵很大的火气树 这个东西最好是不要靠近的 非常隐蔽的射击孔 我们来寻找一下 在这里 看没 里面有很大的凉风吹出来 射击孔是里面大外面小 它在里面就可以变换射击角度 咱们进入碉堡内部看一下 非常强悍的门柱 这里面门栓孔都是两道看到没 上下两道 这上面有一个门柱孔 这里就是刚刚那个设计孔里面的形状 看没 从那里看得见一个小孔嘛 里面的空间大概是二三十个平方 但是呢 散落的这些巨石 应该是从这上面垮塌下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最神奇的地方在哪里 刚刚为什么会有凉风吹出来呢 因为它这里是紧贴着一个自然的溶洞 那这边横着的一块巨石下面就是溶洞的入口 据说这个里面机关重重 遍地是陷阱 然后咱们小心一点啊 安全的进行探索 有可能会有那些迷惑敌人的一些动道啊 然后呢动道的建筑 有可能就会有陷阱 咱们小心一点 这里面看着建一些小瓷器啊 小瓷器的碎片 哇动道非常的矮小 你看到这些碎石块呢 被剪到了一边 方便于行走 哇 这个岩石上面有一些被熏黑的地方 有可能是以前点的那个铜油灯啊 做了路灯用的 在里面走要挽着腰 这里稍微高了一点点 大概1米5的样子 我们是从这边进来啊 在这个护远处呢 发现的墙壁上面 开着了有这样的孔洞 这里有可能是当时做了一道防御的门啊 比如说这里面的防御公司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完善 然后动到在这边 里面好多的蚊虫 现在穿越这洞道里面的那道防御石门 我们继续前进啊 前面的空间稍微大了一点 哦不对 这里又变小了 哎呀 这个包包不好走啊 在这边 哦这边前面确实变大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以前是没这么宽的 那上面是用站子给开招出来 两边都有开招 然后使这个通道呢 变得更加的宽大 进来之后这边的空间变得很大了 哦哦哦看头顶上这个颜色好丰富 很漂亮啊 唯独这一块跟旁边的不一样 哦这个很神奇 这里面雾气萌萌的 突然之间起雾了 这边好像是消土啊 之前在里面熬消 然后制作火药的 这里是个什么东西 好像是什么动物的这个皮毛啊 哦 大家看一下这里 上面这个红色的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可能是血迹 从这边呢 还有一个往里面走的通道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边又没有洞啊 这里就没有洞啊 可以看到 根据这个岩石上面的痕迹来看呢 这边是被挖出来的 有可能是用来迷惑敌人的一个 小动道啊 咱们从这里测回去 从刚刚这堆消土上面 还有台阶继续往上走啊 咱们从这里上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当时的一个 熬消生产基地 哦 一只小可爱 大家不要害怕 这是个什么东西 哦 树根 树根 这是从山外面找到树根进来 然后把这个地上的土呢 都给撑破了 大家看 生命的力量是很顽强的 这里是一个岸道吗 哦 我能听那些队友讲话 这边是个 下面好像有水 怎么了 我从这里往前走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他说下面有一个陷阱 从那里进去的话 会直接掉入那个陷阱 这里 向左转弯 从这边吗 对 对 你从那里下来 后来 我会从那里 从那里来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别人让什么下来 别人让什么下来试一下 我刚刚从那边过来 这个岩石上面也发现了这红色的印记 看到没有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陡坡 刚刚小北就提醒我们不要从这里下 说前面有一个陷阱 我扔个石头看一下 直奔那个陷阱去了 安全起见 咱们现在寻找这个比较安全的道路 可以说是角兔山窟 这个里面动道还是比较复杂的 在这里又有一个小动动 应该也是通到他们那边去了 这是主动的 从这里下去了 主动厅在这边 咱们寻找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洞道 到处是洞道 看到没有 到处是洞 这边有一个天生桥 中间断裂了 我们从这个桥洞里面钻过来 这洞枪很大 继续往里面走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暗道 哇 那个天哪 看这个里面 全部是炙 哇塞 就是用那种火把或者是蜡烛出来的 烟熏的痕迹 前面好像是有一个暗道 咱们把背包卸到这里 从这边往前面去看一下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大冬厅的尽头 有一个小小的暗道 咱们从这里钻进去 看一下前面有没有深入的洞枪 来 你们先进去 所以我随后就来 看一下 好像是没有动到 哦 没有动到 没有动到 我把镜头反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看来 看前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深入的动到 哦 那咱们退出来吧 往后退 退 安全 好 现在我从这个小空间里面退出来了 这里面没有动到 咱们去寻找一下其他的 这个暗道入口 这个石头上面密密麻麻的 这些什么东西啊 看不懂 看到了一个很小的暗道 不知道这边是通向的哪里 进去看一下 从这里进来看一下 哇 这个里面的洞顶上啊 也有这个烟熏的痕迹 前面也是没有动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 没动的话 咱们就退出去吧 现在咱们就返回到 刚刚小北他们发现陷阱的那个位置 去看一下 那陷阱下面 是否藏着什么机关啊 哇 这石头上面又有这种红色的印记 看到没有 刚刚的方向在哪里啊 好像是在 这边 从这边下去 我们要不要下到这个陷阱里面去看一下 要看一下 这里下去感觉 这里有很多人下来的 哦 为什么放开 我把这边来的 你是说有很多人下去了 没上来 对对对 我们分析是这样 我们当60头 差不多有60米深 这里很湿滑 没事 好 安全安全 火把还放在这里啊 刚刚从这个上面一个陡坡啊 我在那边扔了个小石头下来 那石头在那个位置 正对着这个陷阱 哇 我的天啊 好可怕 现在我们在安全的位置啊 准备投石 投石温了 是 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系统了 陪你先锋 户外孟少杰 正在往这个深处去 可以看到这个陷阱呢 是处于三条洞道的交叉点 这边还有一个洞道 然后咱们现在借助安全装备呢 继续下降了 哇 你们说 这陷阱要是在上面做一点伪装 刚好走到这里就可以 直接的掉入深渊 我们从上面降下来呢 到达这个位置 这个洞道往那边去了 有螺旋式的下降 从身后这个小裂缝下去 还有大概三四十米的高度 看一下这边 这个岩石上面还有黑色的印记啊 这个不知道是烟尘还是什么东西 难道说这个里面还有人为遗迹吗 我们现在最后一段垂直全空的绳索下降完之后 就到达了这个裂缝的底部啊 先降下去看一下有没有深入的洞道 看一下里面是一番怎样的场景 夜明珠 孟少姐在这边发现了一个宝贝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些小石头 哇 好像那个龙爪一样 是不是 你们看上面的这个小包包 哇 从这个角度看 哇 太香了吧 这里面没有洞道啊 这里就是最深的地方 我们刚刚是从那边下来的 坑底呢就是一些碎石头 我估计啊是当时的这个土匪 掉入这个陷阱以后呢 他们从上面扔的这些石头下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石头下面肯定只有 有那个的哈 有土匪的 看一下这个 这个石头上面的纹落啊 好像那个金蝉一样 对不对 我们猜测是没错的 当时确实有土匪掉入这个陷阱 他们做这个陷阱还是动了脑子的 在坑底的空间并不大 但是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 现在呢我们就利用安全装备 准备返程 给大家看一下啊 不是很多人好奇我们上去的时候怎么爬吗 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手伸 手伸连着脚 手伸上去的时候呢脚也跟着上来啊 然后脚踩 踩就上来一步 好继续踩 上身踩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呢拍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